桃園市風扶園職業工會長榮分會 抗議過勞頒表靜坐宣言 從1月21早上9點半到今天6點半 長榮風扶園為抗議過勞頒表 第一次走上街頭展開靜坐抗爭 這57小時不只象徵究竟在3天半的過勞 更象徵我們每一趟黑行修實不足的辛苦 有組員心疼我們風吹日曬下雨 我們更心疼在飛行中疲累時常生病的姐妹 車重17小時長榮資方沒有迴應 就像平常基層的行程總是駛沉大海 公司說航班合法但考慮沒有保護空服員有足夠的收拾 因應密集輪班身體始終混亂 我們可以飛行對身體的傷害 我們熱愛飛行所以選擇這份工作 讓飛行變得更加愉快與安全就是我們的責任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成立工會的原因 這一年來工會打破長榮集團零工會神話 2800名會員加入爭取到協商資格 但離終結過勞改善勞動條件真的還太遠 這一次一千名會員到場再次寫下歷史 如果長榮航空還是赤若無度 這一次我們學會團結 下一次就要開始戰鬥 現在請所有站在我身後的會員 公共會員的拒絕過勞 不惜開戰 長榮會員說到說到 拒絕過勞 拒絕過勞 不惜開戰 不惜開戰 長榮會員 長榮會員 說到說到說到 拒絕過勞 拒絕過勞 不惜開戰 長榮會員 說到說到 拒絕過勞 拒絕過勞 不惜開戰 長榮會員 說到說到說到